輸入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比如說 點一下CD 它要自動帶出編號跟單價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做的吧 然後輸入數量 Enter之後的話 自動會帶出什麼 這個小記 有沒有 然後呢 像它清單 也可以做出來 那你可以一筆一筆輸入 不過呢 這種方式 已經算不錯了 比起以往你要慢慢輸入 來得快很多 但是還是有問題 就是說它會 也是容易造成一些錯誤了 所以好像 有一些同學 之前也學過 他就是用我的方法 什麼方法呢 用表單 結果 他就給其他同事 去使用之後 他發現 這個他的問題 都解決蠻多的 以往 人家輸入之後 他拿回來之後 發現錯誤一大堆 不應該輸入的資料 都輸入錯 所以怎麼辦呢 他又要去check他們的錯誤 反而 比 他可能重新輸入 還要來更花時間 所以 如果你要避免這種錯誤 這種問題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呢 不要在 Excel上面輸入 而在哪邊呢 在這個表單上輸入 輸入完之後呢 一樣可以把結果 放到這邊來 那在輸入過程當中 你可以怎麼樣呢 比較清楚的 他就知道說 一個蘿蔔一個坑 輸入完畢才可以 或者說他輸入過程當中 如果輸入錯誤 你就不要讓他把 紙 插入一筆在這裡 OK 所以表單的部分要怎麼做 那表單基本上 這個大概就是有 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我要把表單先畫出來 第二個階段是 我再來處理什麼 上面的這個按鈕的事件 比如說當我按一下按鈕之後 我要寫一些程式嘛 對不對 那第三個是什麼樣 第三個就是說 最後我要把它啟動起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walk了 對不對 一把畫面 這個叫介面的部分 二處理它的程式 就是事件的部分 事件其實就牽涉到 那個程式嘛 就撰寫一點程式 再來的話就把它啟動起來 啟動的話這邊可以用 比如說這種按鈕按下去 它就叫出來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能夠發揮哪些效果 比如說我今天 要輸入一筆資料 上禮拜有demo給各位看 比如說輸入一 剛好客戶打電話來 它要查 它要30個 然後它是北區的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小記不用 小記它自動會帶出來 按下確定 自動怎麼樣呢 把結果 有沒有 帶一筆過來 這個其實有點像進銷唇系統 你們進銷唇系統 也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最後怎麼樣 一筆 它會自動幫我把小記帶出來 小記就是這個單價乘以數量 對不對 自動帶出來 OK 那如果說它要輸入下一筆 它可以再清除 全部清除 所以這邊一個事件 這邊一個事件 然後再來就是新增資料指的 就是說 我如果已經輸入一筆之後的話 那這一筆資料除了說 要輸入到 假設50個 查頁50個 除了要輸入到 按確定 輸入到這邊之外 我也要輸入到資料庫去 但是是單筆的 這邊的話我們分兩階段 這個新增資料指的是 我只輸入這一筆資料到資料庫 那資料庫 我必須要有一個 比如說SS資料庫 我就把這一筆輸出過去了 但是實際上 一般的需求 可能不是只有輸入一筆 不過我們是階段性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全部 所謂全部賄賂 指的就是說 我今天已經把我的工作做完了 那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邊所有的資料 全部都倒到資料庫裡面去 也許很多個業務人員 前端處理人員 他們全部都倒資料到那邊 這樣就彙整了 彙整完畢之後的話 你再把你的資料給清空 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 資料的流程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 全部賄賂 就是這裡的話呢 是牽涉到 如何把Excel的資料 倒到 SS資料庫 或者是後端的任何資料庫 所以今天我們要處理的 大概就是這些流程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其實如果你懂這個流程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寫一個 類似簡單的那種 進銷存系統其實也都是類似這樣處理的 比如說你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如果是要處理 比如說銷貨的話 那你可以一個表單 如果你要再處理 比如說客戶好了 你要處理客戶的資料 那客戶比如說 客戶名稱 客戶電話 客戶地址 客戶的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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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好幾個欄位 那這個欄位一個表單 就對應到一個什麼 一個Excel的一個工作表 那你做完之後 當然你如果要匯出 到資料庫也可以做 不過我後來發現 我有問一些同學 好像也有同學會配合資料 但是也有同學好像覺得不必要 不過當然你至少你懂 有資料庫 你可以再有延伸性的發展 OK 那目前我看到一方 目前就是說 企業界會用到的 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這個Sample整理好 你們以後的話 可以套這個Sample 在你的工作上面 可以多做幾個之後 我想你就會熟練了 那熟練之後 方法大概就不太悟 這樣子 反正你就把它當一個什麼 當一個範本 OK 那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就是表單的三階段 第一階段 就是要建一個 這個表單 那這個表單 我想我們上禮拜有講過了 在其他命令先把制定工作區 這個開放人員 這一定要叫出來 這個我想前面都已經做過 那開放人員做出來之後的話 我們一樣在Visual Basic 如果你上個禮拜的檔案有存檔的話 應該會看到你這邊有個表單出現 有沒有 那表單點兩下 這個就出現了 但是如果你上禮拜沒存到檔的話 好 請注意一下 一樣 這邊按右鍵 在這個上面任何個地方 按右鍵都可以 插入一個什麼 制定表單 對不對 插入一個制定表單之後的話 一樣 有沒有 就照我們上禮拜的方法 反正呢 你就先把這個改成Home 這邊改Home 如果名稱已經有Home 你就改成Home2好了 然後再來改這個Caption名稱 Caption名稱的話 這個就是右上角 什麼什麼的銷貨系統 你就自在把它打上去 那以此類推 我快速的再把這個地方 把它 把它再做 簡單再做一次好了 那你們如果說有已經做的話 你就 就直接把上禮拜的 把它直接打開來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是再把這個 大概快速鍵一下 因為後面的話 我們先把畫面做出來之後的話 再來就要處理什麼 處理那個 有嗎 右上角就有了 再來就是什麼 工具箱 這邊的工具箱 如果關掉沒關係 上面這邊就有一個什麼工具箱 按一下就好 那我先拉一個 拉一個之後的話 這個名稱自己再打上去 再來就是處理它的字大小 然後呢 再比如說它的背景顏色 看你那個背景顏色 看要不要改一下 比如說改成紅色的 然後字的大小 從這個屬性去改 那改完之後的話 你就有一個之後 再自己再去排列 然後排列之後的話 分別再加上其他的幾個 這個加上去之後 完成就類似像這樣 一個 你就按Ctrl鍵 向下拖拉自己再去排 排一下位置 這個好像上禮拜有講過 格式裡面這邊有個對齊 然後分別在這一個 這個是 跟這樣應該是下拉方塊 然後這個是文字方塊 這個也是文字方塊 你就拉過來 拉一個 這個的話呢 是標籤 上面的字的話 你可以把它的Caption屬性 本來有一個什麼Label 你把它delete掉 如果你把這個地方delete掉之後的話 裡面就會是空的 裡面就空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下拉方塊 OK 再來就是四個 command button 就是命令按鈕 做完畢之後 特別注意 請各位再參考一下雲端 或者是講義裡面 講義裡面的 這個我們的表單有沒有 那這邊有個名稱 請你 上面如果有紅色的字的話 請各位修改一下 這個叫CMBA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改呢 點它一下 把這個地方的name改一下 這個name一定要改 特別是name的標籤 請各位 就是自己再改 那為什麼要改這個名稱 特別注意將來 在撰寫程式的時候 如果要呼叫到畫面上面的元件的話 都是根據這個name 所以如果你這個name跟我取的不一樣的話 你將來的那個參考 我給你的參考程式 也會有問題 因為他們的名稱是要一致的 否則的話 你在程式處理的時候 會找不到上面的資料 所以特別注意 那分別 紅色的字 有沒有 這個叫CMBA 這個叫TSTB 那你會發現 我那個命名的方式 有沒有 如果是combo box 就是下到他清單的話 都用小寫的 後面給他一個名稱 我用A來代替好了 然後這個是TSTB TSTC 然後LBLD 然後這個是CMBE OK 那以此類推 這個我想 就按照我們講義上面的這個名稱 你就給他贏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完成第一階段 所謂的表單的介面設計 那這個表單設計之後的話 以後 你要做什麼表單 都可以由你自己來決定 我想你們手邊應該有很多是 這個表格字式化的表單有沒有 其實通通可以把它轉換成為 這個eSale裡面的表單 那以後的話 就不需要人家填完之後 你再把它打到eSale 你就直接乾脆講 我給你 你就幫我 前端 前端的原因 你就這樣幫我敲就好 直接輸入就OK了 我們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第一階段 表單的介面設計 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一階段表單 第二階段的事件 上面的程式處理 第三階段就是把它啟動起來 按一下確定 資料就輸入了 就這樣子一個流程 反正你將來資料 所以表單就是前端的介面 後面儲存就儲存在哪裡 儲存到eSale裡面去